法國五月 Lafrench May邀請法國的 Company Masala 藝術總監及七個男的Dancer 來香港演出 我特別喜歡T-shirt包著頭 開始慢動作 因為一直都是電子 歌曲裡開始有一段對白 我剛才問Company Masala的總監 我想問那段文章是說什麼 他說他七十年代 他成長的時候很喜歡聽七十年代的樂隊 用阿拉伯文唱的東西 是說很多當時政府的貪污 社會的很多不滿 戰爭 而是影響他的 他們在摩洛哥第一次被Dancer聽這個音樂的時候 他想著那些Dancer 因為很年輕 二十多歲 他想著他們會不會笑 我覺得好像很老 很outday 但是很奇怪 他的Dancer聽完了 很喜歡 不如我們就用這首歌 他就很開心 七個男Dancer裡面 其實他們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特質和強悍 無論藝術總監又好 還是他們的Dancer 他們都不是由一個學院出生的 每個人的背景 樣子都有些 可能有人是Hip Hop 有人有Jerks 有人有做馬戲團 他不是著重Dancer的技巧 他是看每個Dancer原有的特質 能否感受到舞者和舞者之間的那種 他們發覺的Complicity 那種Energy 那種Vibration 那種電流 你有沒有辦法感受到大家彼此 無論你害怕的東西 你愛的東西 你不喜歡的東西 可不可以把你很多脆弱的東西 把它拿出來放在作品裏面 我覺得挺有趣的 大家互相提醒 我們的Energy是最重要的 我愛的這個音樂 我愛的這個音樂 有因素 你又到處了 這次的音樂 你不用了 你不用了